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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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之后就跟我太太是一起 她本来也是有基础的做这个服装业 后来我们就一起想到要自己出来创业 所以我们就一起设立这个梅可洋湖 就是从那边开始 当时我们是两个人就一起聘上来的嘛 我们也没有本钱也没有什么本钱 那么也结婚不久 家庭背景也没有什么 就是靠我们两个人的一个努力 给一些小小继续 就是在亚龙罗龙区那边去 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店 是那个Zing House 那边是还没有发展 本钱不够 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小地方来开始 所以呢 是压力是很大的 游客的DataLink的这个 主要还是在时间 时间的问题 因为他们来这里呢 都是只有三天到五天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办法 在这段时间完成他们的订单 我会自己在训练这些员工 那么他们就会配合 就能够做得到工作 你不能再继续 你必须要继续 接到了信息的时候 我们必须在几个小时内 离开这边 我就整个人就好像紧张了 傻气我这么多东西 几个小时我怎么能够去解解呢 我的顾客怎么交代 我们就尽快地把有必须的东西移出来 顾客的啦 跟一些要准备的工 给顾客的啦 要来取的啦 这些就很紧张地 就移过来这边 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是整个人都很无奈啦 这是没有办法的啦 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样的 这个疫情会这么的严重 这个疫情的下来的一个情况 因为不能够运作 所以我们就完全就没有收入啦 我们的开销 租金啦 员工的薪水啦 我们也要考虑到他们的生活 不单只是我们维持生意下去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他们的生活 他们也是要一份收入 这些我们都睡也是睡得不够啦 再烦恼怎么样去维持下来 所以每个人的精神都受影响喔 这个口罩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市场上也很难去买得到 跟一些需要的人 好像说当时的一些送餐的啦 加Glab的那些实际 所以他们都不容易买到一个口罩 就想到说要从这边去 做一点回馈社会的 那么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些 好的这些Cotton Cotton的这些sit的布料 来做一些Mask 来送给这些有需要的人啦 我们都送出了大概有五六千个 这个口罩给市场 那么从这边呢 也就带动我们这个洋服的生意 所以他们也有兴趣要试我们的Taylor的sit啦 这些在这方面呢也给我们一些帮助 我们也感到很这个欣慰 想法的头脑里面啦 是到目前啦也没有说要真正的去退休啦 那么我现在是在训练我的女儿 她在慢慢的在接手 那么我会在后面呢去支持她 给她去慢慢的用新一代的这个职位 来去发展这个洋服生意 这个是我的一个下来的一个想法跟做法 哈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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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